现在不以为然 那是因为你酝酿的因缘还没有到 你不觉得它最重要 那是因为你生命 你的历练还不够 你的苦吃的还不够 那你就需要更多的酝酿 还要吃更多苦之后 满满的你才会体会到这门课程的重要 包括 那些所谓的各种宗派 各种宗教 所有的修行人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 他们追寻了那个最深的目标核心 就在你们当下现在所在探讨的课程 大部分都是透过信仰 大部分是透过信仰 但是如果你看到真正实相的话 你就不需要所谓的信或不信 宇宙的真理生命的实相 那是法尔如斯本来就存在 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清楚 有没有了解 你不清楚不了解 你就会不安 不清楚不了解 就要透过所谓的信仰 如果在你信的这个过程 你愿意把信仰打开 虚心学习 甚至是随时会出现 协助你去把信仰跟实相连接起来 不是说信仰不好 信仰它是一个方便 是一个过渡时期 因为你还没有真正亲证到的话 你在怎么样虔诚的信仰 你内心还是会有疑解 内心还是会有不安 直到有一天你真的亲证 真的零了了 那心中的那些疑惑 不安就会自然的消失 所以希望大家清楚的了解 这是每个人 他生命中最深层 所要了解 所要探讨的核心 你们现在所在学的课程 佛教讲八万四千法门 如果你没有透过那些方便法 去遥物宇宙真理生命实相的话 那这样你还是都只是在一些 所谓的法门方便法上面 练功夫上面 在那个法门上面 执着较量 较量谁高谁低 还是在四千法里面的 如果你没有扣住生命实相 没有扣住了物 早日了物宇宙真理实相 不管你求生任何的世界 不管你求生任何的世界 你的内心不会真正的安心 就是因为内心不安 所以才需要要求生他方世界 但是你在这个世界 你没有找到真理实相 你没有把这个放在低顺位 一样 你会继续指示 不满这里的环境 然后选择另外一个环境 如果你了解真理实相 了解生命实相 不管你在哪里 不管你在哪个世界 你都安心自在 如果你真的了解道 了解真理 了解生命实相 不管你到哪一省 你都安心自在 不管你到哪一个国家 你都安心自在 如果你现在在这个地球 你就能够找到道 了解真理 了解生命实相 不管你到 你将来出生在哪个星球 你都会安心自在 就是这样 如果你不了解 不管你移民到哪里 你内心的苦 内心的不安 都会存在 如果你不了解真理 不了解生命实相 你就算成为 中国最富有的人 你内心的苦 内心的不安 还是存在 如果你不了解真理 不了解生命实相 你成为世界最富有的人 那些都只是身外之物 那些只是物质 只是一些虚幻的树木质 它没办法让你的内心 真正的富有 没办法让你的内心 真正的安心 如果你不了解真理 不了解生命实相 不管你的学问 不管你的学问再高 再怎么保学多稳 那些学问 没办法让你真正的安心 如果你不了解真理 不了解生命实相 不管你的权位多高 你还是内心会有不安 会有不安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正确清楚的了解 你们现在所学的 这是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 最深的课程 有的人还没有体会到他的重要 那是因为你酝酿的因缘 你还没有来到要探讨最重要最深的课程 各位如果你已经来到 我已经把这个放在生命中最重要的第一顺位 这个如果我没有搞清楚的话 我内心会不安 我还是会有悠悲恼苦 我一定要把这个搞清楚 这样的话就恭喜你 你越早了解真理 越早了解生命实相 你就会越早开启高等的智慧 当你能够开启高等智慧 你的整个生命都会蜕变 你的人生观 都整个都会升华 都会蜕变 绝对不会消极 绝对不会那些称心 嫉妒心去伤害别人 不会 这个世界越多人觉醒 越多人了悟真理 了悟生命实相 这个世界一定是逐渐的朝向和平和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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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